好的 到台南很多人都会到安平区的余光岛 会在健康路山段的最尾端那里 余光岛 好的 从桥上面下来之后呢 正前方这个是大海边的余光岛 可以正前方这边走进去就可以到达余光岛 那我们现在右转 方向灯右转之后走过来 这边呢 有一个沁和堂 三更生的沁和堂 在右手边这边 右手边这边 看到一个沁和堂 右边 沁和堂 对 那边会有厕所 那这边呢 有洗脚的地方 来到余光岛呢 基本上可以把车子停在这边 停在这里之后呢 这边还有一个就是当你去海边 回来之后可以洗脚的地方 这边的里长有设计的这些东西 还不算 还不错 算是大家一个鼓励来这边玩 可以冲 甚至身体脏的话 在那边有厕所 旁边还有一个淋浴的地方 不过是室外的 你还是要穿着游泳裤 不建议各位到这边游泳啊 因为这是危险的区域 我们从停车场这边呢 从那个沁和堂这个 走过来之后呢 往海边的方向 大概就是到余光岛 唯一的一条路 就过那个桥过来 从健康山路那边过来 好了 带各位到海边看看 这边的海域是危险海域 不建议各位在这边游泳 不过这边倒是有很多冲浪客 这就是余光岛 三个字在这里 正前方那个就是从健康路山段过来 回座 往云光岛的唯一的道路 哇哦 前两天这边下雨 台风刚过 所以说有积水 这个积水呢 过一阵子就会有蚊子 但是绝对会有蚊子 木栈道呢 固定的时间都有人在修理 常常就是看到木栈道有人在修理 有听到海的声音 要往台湾海峡的地方 前两天 台风刚过 这边海域的水绝对是混沌的 以我 对海的了解 对海的一个判断 海浪应该 还是很大 正常应该有 白浪 白浪就是 远处那个白浪 代表风浪很大 可以看到海了 这些喷嚏的一点道德都没有 很像是离岸人警告 居然被喷嚏 确实今天浪很大 这些喷嚏的 大家看看 看一下这边的海域 蜆子的事项 有点 风险不 来到这个海域 这就是宜光港的海域 最危险的就是有看到远方那边有堤房 远方那边有堤房 在堤房的地方一定会有不一样 因为让打上来 从那个地方旁边是最危险的 它会有水流出去 相对的 刚刚看的南亭 那看北亭那边一样 一样的湿会有一样的 然后把镜头再拉回来 拍 我来这边拍的拍影片 希望大家会喜欢 那后面这个海域很危险 不过跟各位有看那边 有这边的群统队 其实这海域太危险了 那它就有水流 大概是这样 我建议告诉大家来这边 去一下这边有确实的 去很容易陷阱 OK 我叫阿周 好的 以上影片是阿周在宇光岛这边 在海边拍的影片 希望我们期待 下集 Kreuz